到底是什么让薛之谦情绪如此激都哭成了泪人 很多人都说娱乐圈没有真正的爱情和友谊 但薛之谦和赵英俊绝对算是整个圈子的例外 薛之谦曾这样描述他们的关系 赵英俊去世那天 薛之谦满怀深情地写了一篇悼念文 其中一段写道 16年前不管从外观还是口音 我想我们都不会是朋友 16年后我最难过的事竟然是送走了你 当得知赵英俊患癌后 薛之谦满世界地找特效药 住院后更是全程陪同 就连手术书上的字都是薛之谦签的 两人究竟好到什么程度呢 2005年薛之谦参加《我行我秀》正式出场 也是在这里遇到了满腹才华的赵英俊 两人同住一个宿舍 当时的赵英俊不屑于和年轻人比赛 就找了个理由退赛 主办方不忍放他离开 聘请赵英俊做了音乐总监 直到2011年赵英俊辞职北漂 做起了演员 整整一年没有收入 也就是在这最难的时刻薛之谦伸出援手 按照高于市场的价格 请赵英俊为他量身写歌 那些年大火的演员 你还要我怎样 全部都出自于他手 像那个时候什么方圆集里啊 怎样啊 还有到后来的演员啊 这些歌曲我都是制作人 而且薛老板呢出手也阔绰 就别人给多少 总愿意多给一点 靠着这几首歌 薛之谦彻底摆脱了认真的雪 再度翻红 而赵英俊也受到了导演们的青睐 2012年 徐征邀请他为太炯打造一首 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随着太炯票房破十亿 赵英俊这首歌也拿下了 第二十届东方风云榜 十打进去讲 也就是从这里开始 越来越多的导演开始找上门 港炯的清风徐来 万万没想到的大王叫我来寻山 唐人街探案的唐人街 以及缝纫机乐队的塑料袋 他用自己的才华 见证了中国电影高歌猛进的十年 此时的赵英俊根本意识到 下一首抗癌电影的主题曲 不仅是写给自己的 而且还是人生的最后一首歌 2018年赵英俊确诊肝癌 为了不让家人担心 瞒着所有人默默的与病魔抗争 可支离终究抱不住火 看着越来越瘦弱的赵英俊 薛之谦察觉了异样 为了给好友治病 那几年薛之谦发了疯似的 满世界找特效药 给赵英俊联系医院 安排手术 薛之谦陪着他度过两次鬼门关 每一次赵英俊醒来 都会告诉薛之谦 别哭 赵英俊写过很多歌 却没出过一张专辑 为了帮好友圆梦 薛之谦发起了一个名为 赵英俊作品的重唱计划 邀请了陈奕迅 韩红 张信哲等人翻唱 可尽管病入高荒 赵英俊吃着止痛药 在家里录完那首 送你一朵小红花 歌曲里还有这么一段词 多么苦难的日子里 你都已战胜了他 每个命运的挣扎 是谁挥霍的时光呀 短短几句话 写出了赵英俊的 不舍和人生 2021年2月 赵英俊离开了 去世前他特意 录制一段视频 告别亲人 告别朋友 告别所有人 谢谢 你音乐 有电影 你觉得我们每个人 对我同一天 真正的不忘 对你 你只要记得 你又去觉得 我的故事 但是我觉得 我留在这个世界 我们别了 这个事情 翻看赵英俊的遗书 有这么一段话 我从小就喜欢下雨 若某个傍晚 暴雨 狂风 便是我来看你 薛之谦天外来物 上海演唱会 刚进行到一半 屏幕突然变成黑白色 与此同时 天空下起了朦朦细雨 薛之谦当即落下一滴眼泪 让全场粉丝 打开闪光灯 对着天上 他知道 是赵英俊来看他了 即便在黑暗的夜空 也要为好友亮起 那满天星辰 告诉他你并不孤单 有人正在想念你 历经16年的风风雨雨 高山流水蜜之音 人生难得一知己 对于薛之谦和赵英俊来说 他们就是彼此的知己 老友的离去 痛不欲生 只能放生痛哭 慰藉无法平复的内心 或许这就是纯粹友谊的坚守